第109章 宽敞的黄土露面之上 一位衣着普通的少年 正满脸大汗的艰难行走着 少年每一次落脚 都将会犹如重物落地一般 重重的砸在地面之上 见起一地黄尘 近距离观看 只见少年的背后 竟然背着一把极为庞大的黑色巨剑 与其说这是一把巨剑 倒还不如说 这是一把没有封与刃的厚实铁锯齿 黑色巨剑没有剑尖 在尽头之处 就如同是被什么东西 从中间一刀切断一般 露出了光滑如镜的横切面 漆黑巨剑的表面上 会有一道道 有些模糊的奇异纹路 纹路至剑顶处 几乎弥漫了剑身的所有部位 配合着古朴的漆黑颜色 看上去颇有几分神秘 怪异巨剑的长度 几乎是超过了少年的身高 这般奇异的组合 让得偶尔赶路经过的一些人群 忍不住地对他投去好奇的目光 再次行出了几百米的距离啊 少年终于是有些支持不住了 口中犹如风车一般地不断喘着粗气 拖着重如千斤的双脚 对着路面大树阴凉下行去 行至树底 少年直接仰面朝天 一头栽在了温凉的草皮之上 任由额头上的汗水 犹如小溪一般流淌而下 老师 这东西也太恐怖了 背上他后 体内流转的斗气 竟然已经变得迟火了起来 而且这鬼东西也太重了吧 本来只要一天的路程 现在竟然已经两天了 而且还没到达 重重地喘了几口气 消炎的声音因为过度的脱力 竟然导致有些嘶哑 修行已经正式开始 你不会以为让你出来 只是四处逛逛那么简单吧 既然名为苦修 那就给我准备好 享受这艰苦的待遇吧 乌坦城那种舒适的生活 已经开始远离你了 戒指之中传出要老 那略为有些幸灾乐祸的苍老笑声 文言 消炎苦笑着摇了摇头 微微侧过身子 眼角撇了一下 身后那把无刃无风的黑色巨剑 眼瞳中流露出一抹惊骇 他没想到 这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东西 竟然如此恐怖 不仅能够将自己体内 快速流淌的斗气 压抑得犹如龟爬 而且其本身那种堪称变态的重量 几乎差点让得消炎 在全力运转斗气的情况下 将腰给折了 这两天以来 消炎也终于尝试到 何为真正的精疲力竭 背上这把诡异的黑色巨剑 消炎的战动力 恐怕只能和一名出尽斗者的菜鸟相持平 然而 虽然黑色巨剑带来了许多束缚 不过 因为他的压抑知晓 倒也让他消炎 免去了被人从气息上 看穿其真实实力的担忧 他是单人行走 在这种人生路不熟的情况下 随意将自己的底线实力暴露出来 无疑是种比较愚蠢的举动 手指在纳戒上轻抚了抚 一枚淡青的丹药出现在掌心中 这是一种药效较为不错的回气丹 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斗气的回复 此丹啊 是当日在离开乌坦城之前 药老特意为消炎锁炼制的 不过 由于回气丹所需要的药材较为稀少 饶势以米特拍卖场的能力 也不过只凑齐了炼制三十几枚的药材 所以 消炎一般也是不敢随意地服用 不过 现在这种情况 却也是再也节俭不得了 目光谨慎地在不远处的道路上扫过 见过无人之后 消炎这才一口将之吞进毒中 斜靠着树干 缓缓地等待着丹药药力的发挥 虽说在服用丹药后 进入修炼状态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丹药的药力 不过 此时的消炎明显不具备安静修炼的环境条件 外面大路上不断走过的人群 便是将它想要进入修炼状态的念头给打破了 微微闭目 处于极度疲惫状态的消炎 能够清晰地觉察到 体内那几乎酸麻的肌肉 正在贪婪地吸收着 逐卷散开的温顺药力 当最后一丝药力被吸收殆尽之后 消炎似乎有种感觉 此时肌肉与细胞中所蕴含的爆发力 似乎比先前隐隐地强化了一些 虽然苦修才开始仅仅两天时间 可消炎有种自信 若是取下了背上的巨剑 他绝对有信心打败一名六星斗者 似乎还真有点效果 男男地摸了摸脸庞 消炎突然地咧嘴一笑 懒懒地舒展了一下手臂 充满活力的感觉 让得他几乎有种 从内到外焕然一新的感觉 从地面上撑起身子 消炎又恨又爱地拍了拍身后那把 被他视为雷坠的诡异巨剑 再次迈起沉重的步伐 对着那已经不远的目的地行去 在天色逐渐暗下来之前 消炎终于是到达了最靠近魔兽山脉的一所小镇 小镇名为青山镇 因为离近魔兽山脉的缘故 又被称为魔兽小镇 小镇之上最多的人群 自然就是那些成日在刀口上舔血的拥兵 他们成群结队 互相抱着臂膀 在街道上口沫横飞 肆无忌惮地讨论着小镇上 哪个女人最有味道 哪里的酒最烈 哪里的魔兽最凶狠 行走在由青石扑就而成的街道之上 背着与体型不相称的巨见的消炎 自然是引来了不少奇异的目光 不过他对此却是没有理会 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顺着街道缓缓地行走着 街道两边有着不少商店 而且因为地利的缘故 人气还颇为火爆 消炎目光 消炎目光饶有兴致地 在那些灯火通明的商店中扫过 而当其目光落在一处 占地颇为宽敞的药材店后 却是指下了脚步 略微沉隐后 便是举步走进了 这所名为半药斋的药材铺 消炎对武器铠甲那些东西 没多大的兴趣 可对各种珍稀药材 却是兴趣极浓 只要能够找寻到珍稀的药材 药老便是能够将之炼制成 各种各样的提升实力的丹药 行走在危险密布的魔兽山脉 丹药才是最能够保命与实在的东西 走进宽敞的店铺 店内被悬挂在墙壁上的月光石 照得犹如白昼 此时的店铺中 人流颇为不少 店员也都是极为忙碌 所以到暂时还没有人 招呼刚进来的消炎 没有人招呼 消炎也是乐得清净 目光在透明柜台之中 缓缓扫过 当其视线 一到一个小玉盒时 却是微微一愣 疗伤药 难道这里也有炼药师不成 盯着小玉瓶上面所写的材料 消炎正了一正 有些诧异的难难道 摇了摇头 消炎目光继续移动 不过当他把柜台上所有的东西看完之后 却是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虽然说其中也不发一些终极药材 不过那对现在的消炎来说 却没多大的用处 就在消炎准备空手而归之时 胡乱瞟动的眼角 却是骤然一顿 目光透过透明的柜台 消炎双眼死死地盯着 最角落出的一块淡黄色块状物体 半想后 舔了舔嘴唇 若无其事地走进柜台 低下脑袋 再次打亮了一番那块黄色物体 麻烦帮我将这东西取出来一下 缓缓地收回有些贪婪与兴奋的目光 消炎抬起头 对着一名走过来的南店员微笑道 被叫住的青年店员 斜瞟了一眼 身着普通的消炎 再看了一眼他所要求的物品 再发现只是一块最低级的黄莲精后 顿时有些不耐地撇了撇嘴 脸色僵硬地从柜台中将之取出 黄莲精低级药材一百金币 并没有在乎店员那副 狗眼看人低的态度 消炎心中冷笑了一声 随手接过这块被认为是最低级的黄莲精 指甲悄悄地在上面轻滑了滑 略微泛黄的表面翻开小许 竟然是露出了一点 犹如鲜血般的阴红之色 目光望着那抹难以看见的阴红 消炎眼角微微抽搐 旋即不着痕迹地摸了摸鼻子 深嗅了一口 手指上那股有些血腥的奇异味道 顿时眼眸深处忍不住地跳起了一抹异彩 嗯果然是它 雪莲精 在消炎心头振奋之时 药老那略微诧异的声音 也是骤然在心中响起 小家伙 运气似乎不错呀 竟然能遇到这种罕见的药草 一百一十章 雪莲精 一种极为罕见的高级药材 这种药材 一般与黄莲精相伴生长 不过数量极其稀少 其外貌 几乎与黄莲精完全相同 若是对其不熟悉的人 定然难以将两者分辨开来 先前在初见此物时 若不是药老突然发出的惊骇声 凭消炎这个小材料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发现 这不起眼的小东西 竟然便会是它苦苦寻找 而不得一见的 一种罕见药材 雪莲精是炼制雪莲丹的主要材料之一 而说起雪莲丹 便得提起消炎所修炼的诡异功法 焚绝 要知道 焚绝的进化 必须需要吞噬异火 然而 吞噬异火 可不是一个安全的火 异火不仅极其狂暴 而且还具有颇为恐怖的毁灭性 别说人体粘制一点 就算是 以坚硬组成的特殊金属 也禁不起 异火的高温熏烤 所以 想要成功将异火心机体内 并且将之炼化吸收 那便需要准备一些 极其繁琐的东西 只有使用了这些东西保护着 才有可能提高吞噬异火的成功率 而雪莲丹 便是其中 颇为重要的一环 雪莲丹 在服用之后 将会在人体表面 形成一层 奇异的能量雪茄 而这层雪茄 能够抵御其 炙热的高温熏烤 所以 只有借助它的功效 才有可能近距离 接近一火 并且寻找机会 对之 采取下一步措施 而对于 耀老所说的 一些 必备之物 硝烟 曾经 暗地的 在乌坦城 寻找过 却 毫无所得 没想到啊 这才 刚刚 来到异地 便侥幸地 寻找到了 这罕见的 雪莲金 过人的定力 让得 萧妍 完美地 将心头的 狂喜 收敛了起来 在店员 那不耐的目光中 随意地 把玩了一下 手中的雪莲金 略微沉饮后 微笑着问道 请问你们这里 还有其他的 黄莲金吗 我想要 批量购买 文言 店员 微微一愣 怀疑的目光 在萧妍身上 扫过 虽然黄莲金 只是一百金币一块 不过 批量购买 那也至少 需要不菲的价格 怀疑的目光 当逐渐地转移到 萧妍手指上的 纳戒之后 店员脸庞上的怀疑 迅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颤美的微笑 先生 请稍等 我立刻去拿 但笑着点了点头 萧妍并未在对手中 这块罕见的雪莲金 投去 关注的目光 反而 若无其事地 在柜台上 寻找着 其他的东西 店员在走后不久 便是快步走出 将手中端出的小木盒 放在柜台上 笑道 先生 这里共有 五十三块雪莲金 您是全部购买吗 笑了笑 萧妍并未回答 目光在小木盒中的那块黄莲金中扫过 片刻之后 眼中掠过一抹难以觉察的失望 他发现 这些黄莲金中并没有第二块雪莲金 心中 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消炎面部 依然满是笑容 在盒中 随意地挑出二十多块之后 方才将手中的雪莲金也放进其中 对着店员笑道 给我打包 算账吧 先生 一共是两千四百枚金币 目光扫过黄莲金的数量 店员快速地爆出价格 微微点头 消炎手指一抬 一张存有五千枚金币的淡绿色卡片 出现在手中 将之递向店员 然后把那些黄莲金 迅速地装进纳戒之中 顿时心中 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略微沉默了一会儿 消炎突然地 对着那正在刷卡的店员 随意地询问道 你们这里的黄莲金 是在魔兽山脉中寻找的吗 啊 这里的魔兽山脉 药园丰富 我们万药斋 有专门的材药队伍 不过 每次进入魔兽山脉 都会花费大把的资金 聘请拥兵团做户备 将卡片递回消炎 刚刚做成功了一笔生意的店员 心头大好的回到 微微点了点头 收拾好东西 正准备撤离的消炎 确实发现 店铺门口处 却是突然的骚动了起来 哇 竟然是小一仙 好漂亮 那腰真细 白痴 你想死啊 秦山镇 大半的佣兵都被小一仙救治过 当心被别人听见 割了你这家伙的舌头 站在消炎不远处 两名男子正低声的交谈着 其中一人说出有些戏虐的话后 他的同伴急忙一把将他制止住 低声骂道 我胡说呢 四野是觉察到周围射来的不怀好意的目光 那名男子脸色微白 脸色尴尬的被同伴拉着赶紧逃出了药铺 那什么小一仙在这里竟然有这么强的声望 有些惊诧两人的交谈 以及其他佣兵的反应 萧炎立在远处 微微偏了偏头 在人群的缝隙间 隐隐地能够看见一位身着白裙的女子身形 随着人群的扩散 萧炎也终于是看清了 那名被众人簇拥的女子面容 女子身穿一套淡白色的衣裙 面容虽然算不上角色 可却也能说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淡然微笑的脸颊 透发着一股清新灵动的气质 这股与众不同的气质 顿时让得女子的魅力大幅上升 目光在女子身上转了转 最后停在那被一条绿带竖着的柳腰之上 望着那不足盈盈一卧的柳腰 萧炎眼瞳中掠过些许惊艳 在萧炎所认识的女人中 薰儿最动人的 是那股无可挑剔的美丽与神秘 亚非则是那堪称有误的妩媚诱惑 萧玉那双性感修长的长腿 每次都让得萧炎目光忍不住的流连齐上 而面前的这位白裙女子 恐怕则是所有女人中 腰肢最为谦细与柔弱的 萧炎惊叹得砸了砸嘴 耳边却是传来店员嘀嘀的笑声 小一仙是我们万耀斋特邀的仪师 整个青山镇 喜欢他的人不知有多少 每次去魔兽山脉才要 若是由小一仙同去的话 哪些拥兵团都会将价格压到最低 而且为了所剩的名额 还经常差点打起来 医师 文言消炎一愣 恶然道 他不是炼药师吗 医师也能属于炼药师的一类 不过地位比起炼药师来 确实要差上许多 毕竟他们不能真正像炼药师那样炼出单药 只能使用一些普通火焰 将药材配置在一起 以达到替人治疗的效果 不过 这比起炼药师的单药 确实要差上许多 所以 每一位医师都已成为一名炼药师为梦想 不过 很多人穷尽一生 都难以踏入那个门槛 追根究底啊 主要就是因为自身天赋 以及无人引领的缘故 看着 他在此处的受欢迎程度 在想起先前 在柜台中所看见的疗伤药 消炎还以为 他是一名炼药师呢 若是能够那么容易 变成为一名炼药师 那这职业就不稀奇了 店员无奈地道 耸了耸肩 消炎也懒得再询问 目光望着那已经坐在位置上 替来往的伤员治病的白群女人 手掌摸了摸下巴 他不得不承认啊 这位小医仙 在替伤员治病时 所露出的善良笑容 的确很渲染人心 难怪 这些平日凶悍的拥兵大汉 在面对着他时 会犹如小绵羊一般的温顺 站在此处 再次观看了一会儿 这唯美的画面 消炎便是举步 走出了这所漫妖斋 在街道上行走了片刻 望着已经暗下来的天色 便随意地走进街道的尽头处 寻找了一间客栈 开了个房间 住了进去 消炎双脚微微曲卷 口中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双脚紧紧地握住背后 重剑的剑柄 随着一声低喝 巨剑脱离了背面的束缚 被消炎小心翼翼地靠在床榻之旁 虽说要老口中 说连睡觉也不许取下重剑 可此时的消炎 无疑没有那种实力 所以在睡觉的时候 要老也值得允许他暂时地取下 怪异的巨剑一离身 消炎便是能够觉察到 体内的痘气几乎是在瞬间 犹如河水一般迅速地奔腾了起来 缓缓地呼了一口气 浑身的毛孔都是在此刻 乍然地张了开来 舒适的感觉 让他消炎痛快地深厌了一声 这种突然间变强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扭了扭发酸的肩膀 消炎从那街中 将先前所购买的 大量黄莲精取了出来 从中把雪莲精分辨而出 最后从那街中 取出一个品质上家的白玉盒 小心翼翼地将之装了进去 而至于那些低级的黄莲精 则是被消炎胡乱地 收进了那街之中 雪莲精已经到手了 现在还差一枚冰灵燕草 和一枚四街的冰鼠性的魔盒 就能炼制雪莲丹了 拍了拍手中的玉盒 消炎撇了撇嘴叹息道 唉 看来以后有的忙了 仅仅是雪莲丹的药材 就能够让我找到焦头烂额 想要成功的吞食一火 果然不是简单的事 摇了摇脑袋 全身酸麻的消炎 终于是一头栽上了 温暖的床榻之上 睡意顿时铺天盖地的 涌进已经疲倦了一天的 脑海之中 感谢您的脑海之后 要用烦大笔的药材 做这个摇脑海之后 感谢您的脑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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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